2025年至今 OpenAI一口气签下了价值1万亿美元的算力采购协议 没错是12个0 它要买下来自英伟达 AMD 甲骨文 CoolWeave等等公司的算力 这些交易的总规模相当于20座核电站的能源 但问题是OpenAI目前的年营收只有120亿美元 这笔钱究竟要从哪里来 不少记者都问过Sam Altman这个问题 在8月的一次晚宴当中 Altman告诉记者 我觉得我发明了一种新的融资机制 在几天前与Ben Thompson的一次采访当中 他有让步说 最终OpenAI的收入会足以支持这些合同 但与此同时 我们有一些有趣的想法 可以帮助这些公司在收入兑现之前 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融资 这种所谓的新的融资手段 在我们理清所有这些公司以及交易之间的关系之后 触见端倪 有人说这是一场科技史上最大规模的信任循环 厂商先向OpenAI投资 OpenAI再拿这笔钱买回他们的芯片 而这场环环相扣的资本游戏 在华尔街有一个古老的名字 泡沫 The circular financing concern comes hand in hand with concerns over an AI bubble and so when you're putting that much money into an industry that hasn't returned on those investments at this point in time you could worry that if it never returns on those investments or if there's never turning a profit then the whole thing will kind of combust 甚至有人直言 这就是dot com bubble的AI版本 feels exactly like 1999 大家好 我是硅谷101的特员研究员一文 我们好久不见了 那么在前一期短视频里面 我们梳理了这场资本循环当中的玩家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场循环本身真的有问题吗 那些源源不断的流向AI 以及处于风暴中心的这些企业的资本 真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 是泡沫的开端吗 在这期视频里面 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这几项合同 以及他们背后的市场情绪 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AI资本循环真的是泡沫吗 另外10月份真是活动雲集 我们自己的年度盛会刚结束 又有一场高质量的活动 推荐给大家 这是由陈天桥骆千辛研究院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联合举办的AIS2025 聚焦我们共同关注的主题 人工智能加速科学发展 众梦嘉宾也很多 光是诺贝尔奖得主就有三位 Omar Amiyagi 奥马尔亚吉 David Baker和Jennifer Dona 一位是奥马尔亚吉 因在金属有机框架领域的贡献 三天前成为2025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 第二位是蛋白质设计领域的 先驱大卫贝克 率先利用人工智能 从零开始创造全新蛋白质 彻底改变了药物研发和合成生物学 2024年 他与两位Deepmind科学家 共同荣获诺贝尔奖 还有一位呢 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 讨论过的 CRISPR Cas9 基因编辑技术的共同发明者 詹尼弗·多德纳 此前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不止诺奖 AIS2025也将把全球顶尖科学家 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 共同探讨人工智能 如何加速生命科学 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的突破 研讨会将于2025年10月27日至28日 在旧金山One Sansum音乐学院 The Conservatory at One Sansum举行 免费参加但席位有限 感兴趣的听众 欢迎通过AIS2025.org来注册 我们的注册链接 会放在我们的shownotes当中 那我们先来看看 目前被讨论最多的这个三角关系 甲骨文、OpenAI和英伟达 总体来看 这是一个英伟达投资OpenAI OpenAI为甲骨文运营的数据中心付款 而甲骨文又从英伟达那里 购置芯片的电芯循环融资结构 但如果只看每个合作本身 对各自企业的利益而言 都无可厚非 比如说英伟达和OpenAI 宣布战略合作部署十几瓦的 英伟达AI基础设施 英伟达也承诺向OpenAI 投资最多1000亿美元 这笔钱反过来 可用于购买英伟达的芯片 此前OpenAI与甲骨文 达成了约3000亿美元规模的 云计算与数据中心协议 这个合作框架里面 甲骨文承担建设和扩展数据中心的业务 包括算力基础设施、电力等等 而OpenAI则是这些数据中心的主要租用方 同时甲骨文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大量使用英伟达GPU 因此英伟达不仅是OpenAI的供应商 也是甲骨文的上游 在这个产业链中有这样几个玩家 在最底层是像英伟达这样的基础设施提供商 他们把产品卖给云服务提供商 CSP比如说甲骨文和AWS CSP的商业模式里面资产投入占比很高 前期投入大量资金购买GPU Cluster 建造数据中心 和客户签订长期合同 把数据中心租出去 在最上层则是模型开发商 也就是像OpenAI这样的公司 他们的模式是花大钱租算力来训练模型 再通过卖Token 也就是模型调用量来回收成本 这意味着 他们在一开始要承担巨额的算力支出 而究竟能不能把这些成本挣回来呢 这要取决于市场对于AI应用的实际需求 这个可能是没有出现在 刚才我们提到这三者的这个循环里面 但是如果只要它的这个Token 能够持续的有需求 能够卖出去 然后或者OpenAI自己的application 能够持续的去monetize 其实我不觉得这个循环本身是一个 positive or negative的一个事情 但是它可能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加大了整个系统的杠杆 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尊重企业家 认定企业家是做正确的事情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投资者应该更尊重企业家的自己的这个insights 从某种程度上讲 确实是OpenAI看到了一些觉得值得去做这么一个尝试的 也许最后还是会失败 这个You never know 我觉得这个还太早期了 但是它本身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是没有太多疑问的 换句话说 这场资本循环本身不是泡沫 但它呢却放大了整个系统的波动性 如果AI应用真的像乐观派预期那样爆发 产生新需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那这套结构就成了催化剂 让三家公司一起收益 但如果AI应用的落地没有预期中顺利 那它们之间的这种强绑定关系 也可能让三方一起承受损失 在这三家之外 更有意思的呀 其实是最近AMD和OpenAI之间的一笔合作 上周OpenAI宣布 在未来几年内部署六级瓦的AMD芯片 作为回报呢 AMD向OpenAI授予了最多1.6亿认证股权 也就是大约公司10%的股份 这些股份会随着算力部署进度 和AMD的股价表现分批解锁 这笔交易的结构尤其独特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采购 而是一笔由股份换订单的资本创新 但这样的情况是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从来没有见到哪公司把自己的卖身 去拿客户的订单 就连黄仁勋在接受CNBT采访的时候 都直言说没想到老对手还能这么玩 It's imaginative It's unique and surprising Considering they were so excited about thei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 I'm surprised that they would give away 10% of the company before they even built it sprawd Anyhow It's clever I guess The condition of AMD issuing the stock to GIGAWATT OF CAPACITY FIRST LISA, I HAVE TO ASK YOU IF YOU HAVE ASSURANCES THAT OPENAI IS GOOD FOR IT WELL, LET ME BE CLEAR THIS DEAL IS A WIN FOR AMD IT'S A WIN FOR OPENAI AND IT'S A WIN FOR OUR SHAREHOLDERS AND THAT'S KIND OF THE WAY WE PUT THIS TOGETHER I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OPENAI, SAM, GREG, SARAH THIS IS A MASSIVE OPPORTUNITY FOR US RIGHT NOW, RIGHT HERE IT'S ABOUT WHO HAS THE MOST COMPUTE AND HOW FAST CAN WE GET IT ONLINE AND WE'RE COMMITTING TO DOING THIS TOGETHER AND THE FACT IS AS OPENAI BUYS CHIPS THAT'S GREAT FOR AMD OUR REVENUE GOES UP OUR EARNINGS GO UP WE EXPECT THAT IT WILL ALSO BE VERY VERY ACCREATIVE TO OUR SHAREHOLDERS FROM DAY ONE 当然啊,这个协议呢 不乏正面的影响 对OPENAI来说 这意味着它摆脱了 对英伟达的完全依赖 而对AMD来说 这可能是地位越深的转折点 从第二梯队的芯片商 变成了AI基础设施的核心玩家 但与此同时呢 这也是新一层的 更危险的杠杆 如果这样的客户 今后不行了 垮掉的话 那就相当于我把自己的10% 交给客户 然后最后客户没有了 就相当于自己 损失掉自己10%的这样一个股份 这是一个比较 很沉重的一个代价 如果我作为AMD的SHAREHOLD的话 虽然它的股票确实少了 但是从SHAREHOLD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带路线 就直接就10个点带路线 而且它LISA 做过这一次 那今后XAI 其他人要求同样东西 那我作为SHAREHOLD的话 会不会有 会有更多的带路线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现实的问题 这条新闻出来之后 AMD的股价在两天内 上涨超过40% 要知道在此之前 市场上对AMD的 做空情绪尤其强烈 其主要原因呢 就是市场认为 英伟达在这个生态当中的地位 已经很稳固了 AMD没有任何挑战的空间 但与此同时啊 我们的采访嘉宾认为 股价的变化 并不能证明 市场已经完全相信了 AMD要讲的这个故事 所以OpenEye这个 6个Gigawatt的订单 给AMD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就是一步压空 就直接把空头全都打死 股票在当时的一个position 或者说就是 当时的这个 投资人情绪 对于当时股价的变动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然后另外就是 如果你相信 OpenEye这个6个Gigawatt的订单 给AMD最后能够完全落实交付 AMD的这个GPU 在这个基础上 能够是一个 sustainable 在这个基础上去增长的 一个business的话 那AMD现在可能还是一个 低谷的一个状态 所以市场现在 我觉得并没有完全相信 这个事情能够 AMD能够踏实实地 把这6个Gigawatt的订单的钱 都完全挣得到 但也有观点认为 市场目前观察的重点 就是订单量 其他的因素呢 都可以放在一旁 这周AMD的股票的反应 和9月初甲股文股价的变化 入出一辙 当时与OpenAI的交易消息一出 甲股文的股价就在一天内 暴涨39% 尽管当天发布的财报当中 营收和利润都不达预期 市场依旧将它和OpenAI的 这封纸面合同 解读为未来增长的爆发信号 现在市场就说 你现在只要把单量做起来 其他我都不管 作为shareholder 有没有带路循 我现在没有想到 我是个问题 先把你的订单做起来 再说 其他都是次要的 所以从市场的角度 市场觉得 现在主要矛盾 不在于带路循这个地方 宁可有带路循 也要把量做起来 从9月下旬以来 甲股文的股价却在回调 有报道称 甲股文的云业务利润率 低于许多分析师的预期 这引发了市场对其能否从如此庞大的投资中 获得可观收益的担忧 根据The Information援引的内部文件 甲股文在最近一个季度 通过租赁搭载英伟达芯片的服务器 获得了约9亿美元的营收 但是他每亿美元销售额的毛利仅为14美分 不过市场对此并不是毫无准备 我觉得真正在看着公司 没有人会被surprise的在这个阶段 它的Growth Margin低 它就是在最早期 我去来搏一把 我能我先加入到这个阵营里面来 所以它没有任何Marketing Power 它就是先 我先把这个只脚卖进来 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公司 构成了这场循环的内核 那么让这场循环真正赚起来的 则是外部的资本 银行私人信贷主权基金所提供的现金 那目前来说的话因为整个的AI这个板块 大家情侣确实比较火热了 所以第三方的机构 银行也好 他们觉得这种卡的价值是很好的 那我们愿意把这个钱借给你 让你建设中心 那这样一个游戏就可以赚起来了 那在这些公司里面 其实只有英伟达是有足够的现金 可以支持他用公司账面上的钱 去投资其他的CSP和初创公司的 那像其他的这些企业呢 就要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法 去向第三方机构借钱 而这场游戏里啊 有时甚至不需要真金白银 比如有了协议 目前只是一个异项书 没有法律约束 也没有现金流 但双方都可以拿着这份文件去融资 比如OpenAI可以对银行说 只要我拿到贷款就能立刻投产 甲骨文呢也可以对银行说 只要我建好中心 OpenAI就会来入住 于是呢 两边都能凭借一张异项书 空手套来真金白银 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一样啊 这也是一个不断加注杠杆的行为 而后果就是呢 一旦人们对AI不再看好 或者宏观经济出了问题 就会导致这个循环的破裂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每当有AI合作的消息公布啊 股价融资以及市场情绪呢 就会同步上涨 因为这不再是一个技术的故事 而更是一场金融杠杆的表演 这样一来啊 我们就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这场AI的热潮究竟能持续多久 会不会有一天 这个循环真的转不下去了呢 从我角度来说 如果说只能挑一个东西来看的话 我会挑这个GPU的utilization rate 就是这个算力的一个供需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供大预求 还是供过预求的这么一种状态 因为现在我们至少目前观察到的 就是说token的generation 还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 比如谷歌在2024年4月的时候 其产品与API 每月处理约9.7万亿tokens 到了今年10月 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300万亿 这些数据表明啊 AI模型调用的token用量 仍在高速增长中 显示了需求测 也就是用户和开发者仍然在加速 从供给端来看呢 英伟达的Blackwell芯片价格仍在上涨 云算力资源紧张 甚至上一代芯片的价格都被推高 至少目前啊 AI的需求曲线仍然陡峭向上 那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啊 我们的采访嘉宾告诉我们 AI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一个更大的使命 全球的经济债务周期走到顶点 各国呢都需要一个新的增长引擎 而AI恰好承担了这样一场历史重任 因此呢 在当下资本的支持几乎是无限的 那刚好在这个节点上增长就是AI AI承担了这个历史责任 其实不是AI可能也是会别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现在AI的势头是在这的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 那全世界都在抓住AI AI这个东西 所以eventually全世界就是需要AI这个增长 这个engine能够转起来 换句话说 在一个增长稀缺的世界里 AI是少数还能让人相信未来的故事 所以啊 无论是债券市场 主权基金 还是私募信贷 都在把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个趋势 当然啊 情绪不会永远高涨 最终呢 能决定AI这场浪潮可以走多远的 依旧是 AI是否能够真正创造可持续性的价值 也就是用户是否愿意继续付费 而企业呢 又是否愿意持续订阅 所以啊 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 像OpenAI甲骨文 AMD 英伟达这几个公司之间的一系列协议啊 就可以发现 他们呢 依然是建立在正面的用户数据 以及反馈之上的 而在2026年 投资人呢 也会持续关注各大云端大厂的AI开支 以及呢 像AI公司当中这些付费用户所占的比例 而至少现在 我们还处在 AI这场浪潮的开端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欢迎在评论区 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以上呢 就是我们贵贵摇摇摇 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特约研究员一文 大家的点赞留言和转发 是我们做好深度商业和科技内容的最佳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了